昨天去面试了,底薪7K,但是最终我选择不去 有一说一,重庆人找到底薪7K的工作 虽然对比大城市也就不咋的 但是在重庆算是不错了 其实面试的时候整体还是很可以 我们也聊了很久 联完后,老板当场自己给我发了offer 但是当下我确实心情很沉重 就没有立马回复 就委婉地给他说了一下 我回去想一想 你们肯定会好奇不去的原因 其实也就两个原因吧 一是联完过后,让我记忆最深的两句话是 我们不招30岁以上的 还有,你幸好没有孩子 有孩子的话我们也不能要 做一个28岁的女性来说 我感受到的是被世上淘汰的危机感 可是30岁的女性不应该是最被欺赏的年纪吗 方华正毛心智成熟 要经验有经验,要态度有态度 然而,在30岁上这样的年纪 却面临着被迫下岗 那他们又去做什么呢 对不起,我不能接受 第二个原因是港文要求问题 我本来面试了编导 但他的港文要求是 模案、剪辑、运营都要做 还得要辅助他直播 而且直播的时间是晚上的9点到11点 那我所有的时间基本上都用在这个工作上了 同时还要要求你 最后的运营的账号能够达到他符合的预期才写 我真的会谢 这,我都宁愿去做保姆 至少不用动了 但是回来一看 我发现像我网上的招品 很多都是这个样子的 都是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 就完全不拿人当人 所以打工有啥意义 你去为别人卖名不如给自己打工 所以说接下来我准备自己闯闯 管他怎样,先试试呗 开心的是现在也陆陆续续的有担子过了 反正干就完了 真的不知道何几何从了 百天百得现在一点脾气都没有 熬过了春夏 但是没熬过秋冬 百天人的寒冬真的要来了吗 今天一个老顾客 我这边的一个大哥 原来经常过来吃 最近很少来了 就随便聊聊天吧 聊了一会儿 我说为啥 最近很少过来了 他们说去其他地方吃了 我说是我的味道出问题了吗 是不好吃了还是怎么的呢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让我现在有点反思 他说 你们这条街的东西我都吃够了 他说我小孩现在都不太愿意来这边吃了 大家说一说 在某个地方 做了四五年的一个品 要不要换呢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说你们有什么合适的品 可以来这边做 这条街的流量还是可以的 被国企裁员的一个月 目前没有找到工作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国企同样会裁员 在一个月之前 作为国企员工的老公被裁员了 我曾经也和大家一样的想法 以为国企不可能裁员 除非劳务派遣 所以在九年前进入国企工作的时候 很开心 以为终于找到一份长久稳定的工作 不用担心失业 不用担心再找工作的痛苦了 但没想到 本以为可以干到退休的工作 结果和大家一样裁员了 从录职到失业九年的时间 九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心中也有很多不舍 这是付出青春的地方 从校园到成家立业的地方 是奋斗过的地方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冒险 向着更好的地方出发 老公现在每天除了找工作 就是帮忙做一些家务 这样我也轻松了不少 平时都是我自己趁宝宝睡觉 赶紧做家务洗衣服 想了继续带娃 每天像小陀螺一样不停地转 其实每个人都不容易 我有我带娃的辛苦 老公有他工作上的辛苦 单枪匹马挣钱养家 有苦有累自己扛 他吃的苦我未必能吃得了 他这么努力上见 拼的不过是想给我孩子 一个更好的生活 所以男人都不容易 我们应该体谅自己的老公 相互包容理解吧 撤还是不撤 这不是问题 继富士康之后 又一个制造业巨头 要撤离中国的消息 又来了 说作为全球顶尖代工厂之一 驻扎上海的 为苹果代工的 昌硕科技 传言将会全面地 撤出中国市 将会进军印度 这消息也是引发了 大家对于生产线上 近十万名劳动者 未来去向的一种担忧 而于此同时 包括印度和越南在内 也都是积极的表态 将会积极的迎接各种产业转移 宣称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 将会不保了 称硕科技 有着小富士康之称 在中国深耕有二十来年 主要从事为苹果等品牌的手机 包括笔记本电脑 来进行组装的业务 这家公司对于上海的经济贡献之极大 曾经在GDP的比重当中 也是占有一席之力的 撤出的消息 也不是第一次来 上次说转移 说是要去苏州的产业园区 这次好 直接不是国内了 只是奔印度了 其实回望上个世纪的90年代 咱们国家以非常庞大的 低成本的劳动历史 成为了各国跨国企业的首选力 但是那会儿 高端技术都是被别人所掌握的 这就使得咱们的加工制造 也长期面临着被取代的风险 在产品方面不断加大 对国内生产线压力的情况下 那么国内的代工企业 就陆续的失去订单了 像昌硕 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吧 面临的订单失去的数量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在工人们那儿就能看得出来 不管是工作时间 还是到手的收入 少的锐减两三成 多的到七八成的 也是不在少数 这种情况其实并非个例 像富士康 耐克 包括戴尔在内的知名制造商 先后都是把产业线撤出了中国 我崩溃了 读了四年大学 刚从学校踏入社会 第一次崩溃了 失业到处找工作找不到 房子到期了 没有工作 还要到处找房子 在这一直不迅利的情况下 我又突然感冒发烧 越来越来越是 也真的退停了 去不了了 刚进入社会时 我觉得自己三天不到 就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然后又很快找到了合适的房子 离工作的地方特别近 一切都很迅利 自己一个人就轻松搞定了工作房子 进入社会也没有很难嘛 但是现实很快给我当头一半 公司工作时间是六点半下班 但是每天会强势加班到八点 第一个月的时候 感觉没什么 才八点 然后我自己搬到了公司附近 回去到家大概十分钟就到了 可以接受 然后到了第二个月 整个小组翻干了 包括我在内 小组一共有五个人 两个组长 三个组长 其中一个组人接受 当天离职 还有一个组长 掉杆后 他从组长变成了组员 他接受不了 然后不到一个星期也离职了 还剩我们三个人 定了后 我的位置发生了变动 我坐到了组长旁边 不知道是因为模式变了 还是怎么回事 我从原来成员里 业绩最好的变成最差的了 每天接受了组长的质疑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工作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从原来接班到八点多 到两个月后 一直变成了十点多 而且因为我住的比较近 立个组员都走了好久了 组长还不让我坐 他知道我住得近 因为我每天中午都是自己回去做饭 他就坐在我旁边 不可能不知道的 就这样每天接受了组长的业绩的质问 晚上加八到十点多 爆发点 就是在一个晚上 那个晚上 让我坚持了 我马上要离职的想法 一刻也不行 就算够节 我也要马上离职 不结婚不生马 带来好多后果 这后果真来了 江苏有一个小学 开学第一天 三位一年级新少 全校的总数是多少呢 是99个人 那怎么办呢 这个学校现在说 一二年级的孩子 能不能在同一个教室上课 还有一些课程也合并掉了 到今年 我们国家 整个国家新生数量 最后到年底 12月30号 预计是多少人呢 是788万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 一年就生700多万孩子 真的非常人焦虑和头疼 因为这孩子少了 人没了 这影响太多的行业了 所以我还是鼓励 年轻人 多谈恋爱 争取生孩子 甚至生一个以上 两个三个 真的是为民族做贡献 为国家做贡献 我们的房子彻底死了 永远也交不了房了 一个业主在群里 发出这条消息之后 后面一连串的位号 我看到了后 第一反应是 完了 虽然是想明白了 大不了这200万不要了 那也不能扔得这么快吧 群里的邻居们都安待不住了 说明了我们这个盘的情况 说我们这个盘就是个杀猪牌 本来我们这个小区的资金缺口是1.8个亿 但是融创现在这个样子 谁还敢带给他们钱呀 别说还真有 就是 银行 但前提是让 给做担保 一开始 不同意 因为有关规定啊 说的很明白 没有办法给私企做担保 但是 不要保民生啊 反正就是经历了9981难吧 终于愿意给做担保了 这样这个房子的复工就指日可待了 没想到银行节外圣旨说你只担保这1.8亿可不行 把融创欠我们的12个亿都得给担保了 我们才会把钱借给他们 这就是大家开头看到的一幕 12个亿啊 肯定不可能给担保啊 这不等于这个事就谈崩了吗 之前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根军迷短草 现在也丢了 而且现在的情况是 融创相关高层都已经离职了 现在的收楼处荒草一片 连自己的门面都不彻底不要了 现在早已是人去楼空了 554户业主 不到7个亿 被扫荡的一分不剩 他们连这块地都抵押出去了 从某银行那抵押走了12个亿 留下的只有流离失所的老百姓 家人们 你们说像我们这种情况下可咋办呀 有了解的吗 希望有过精力的家人们给支支招 谢谢各位了 收到通知 降薪30% 年底没有奖金 我38岁了 本科有工程师证 建造师证 文文当当 工作了十几年 公司现在没有项目可做 不用打卡 换句话说 我现在没有事情可做 老板说让我们共度难关 我反正不会选择辞职 现在整个行业都这样 我重新出去找工作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仔细算了一下 我现在每天做做运动 每天自己做饭 不聚餐 不开车 不去商场买东西 不旅游 不搞其他娱乐的消费 一个月的开销花不到2000块 我现在快40岁了 社保也已经交了十几年了 如果省着点花都可以进入养老模式了 人到中年平和的心态很重要吧 完全可以回归到极简的生活方式 我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 那个这样的地区 没事就帮你 不做得到 如果我错了 为什么我压怡